零工经济 社交电商 数字化 颜值经济 这些词不仅只是热词 也代表着机遇 我们该如何借助富农平台 追求美丽健康 绽放个人价值 我们要求 业内大咖 极致零售研究院院长 零售行业资深专家 王晓风先生 为我们带来精彩分享 大家好 我是王晓风 今天带来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抓住零工经济 社交电商气势 更上一层楼 第一 启事 社交电商成为 零工经济的新势力 2020年 一场疫情 加速了 数字化发展的进程 线下商业 大规模地 朝线上牵引 时代继电 带来了 三大变迁 第一个变迁 消费场景的变迁 出现了 社交电商红利 消费场景开始 在线化 中国社交电商的占比 越来越大 交易规模 从2020年的3.7万亿 到2021年 近5.8万亿 社交电商 是数字化时代 所赋产给我们的最大的 红利之一 某品牌的电动汽车 在2020年疫情期间 所有的订单当中 有69%是垃圾老用户 在社交当中的各种推荐 用户从下单 提车到售后服务 所有的过程都需要通过APP来完成 APP既备了社交 电商 自信的属性 可见社交红利的威力 第二是 消费需求的变迁 颜值经济结起 精致业绩的互物消费 成为刚需 有气的灵魂 虽重要 好看的皮囊 不可少 千禧一带的颜值控 他们更愿意 为美丽付出更高的溢价 拥有总价值达1.2万亿美元 市场规模的美丽健康产业 正走向了风口 第三是 收入结构的变迁 民工经济兴起 当前 不少人改变了职业观 他们有了第三选择 更注重在收入 以时间自由之间起的平衡 也促使了越来越多人 加入到 零工经济的大潮当中来 预计到2036年 往过来零工经济 劳动者的数量 将达到4亿人 差不多 每5位劳动人口当中 就有一位灵活就业者 三大变迁之下 形成了一股商业新势力 是 虽无形 但却规定了方向 其次是城市的第一要素 顺势而为 则事半功倍 第二是 零工经济 将社交电商 给普通人带来新的记忆 第一个记忆是 社交电商工具 提升了普通人从事 零工经济的能力 世界如此之大 仅占屏幕的两端 普通人利用空译时间 通过社交电商 可以随时随地的 释放自己的能力 某电动汽车品牌的车主 在驾车之宜 顺手给做他车的朋友 周边的人 拿推荐车 以及官方APP 得益于对体验口碑的分享 其高端用户 技术部的车主 能经卖车25台 以该车平均起步价 40万円来计算 即能经销售额 达到了1000万円 甚至有些车主 一个人卖出了 160多台车 机翼二 身边的人推荐 是美容服务消费的 重要场景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 排在地位的是 被身边的朋友 同事 同学 等口碑推荐 其次才是优惠活动 以及其他的因素 当下 疫情反复 零工经济 成为打工人的标配 他们可以通过 在社交平台来种草 众潮美妆 众潮美食 推荐美丽健康产品 支持付费产品等 来发展副业 副业所得到的收入 甚至超出了 他们工资的好几倍 第三是 平台将个体经济的模式 增长兴起 钻石的蠢丧 并不是它本身 而是每一个切割面 折射而形成的闪耀 平台型组织 通过数字化技术 将产品知识 销售技巧 社交技能 等负益给每个人 把每个人的潜能 释放到最大 因为每个人的劳动付出 都能在市场上得到兑现 那么 个体应该选择怎样的平台 首先 要选择既备刚需 高频消费 富购力强的行业 比如 美能富货相关的消费领域 其次 是一上手的模式 就如 社交电商工具 和数字化营销 相组合的模式 一电转手 一键分享 精准营销 有家知名的母婴头部企业 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 让前端的一额顾问 通过社交工具 和顾客形成的绑定关系 后台助力前端的 每一个一额顾问 可以同时服务 350位以上的顾客 更便捷地进行社群意义 让顾客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一个地点 都能享受个性化的服务 他们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从严纳的用户关系 升级为朋友或顾问 或家人般的关系 有着更强的信任 因而产生了 更好的口碑效益 这也使得 每位一额顾问 平均一年创造的营收 高达120万亿 再次 是富有竞争力的产品 比如 具备体验感强 科技感强 等熟性 同时 还能为消费者提供 个性化的定制方案 提升了 顾客的满意度 方能带来更多的分享 和传播 最后 我们要在资源上 以平台合纵 事业上 以美丽共生 价值上 以用户共赢 用社交电商 创造社会价值 用零空经济 点亮生活之光 绽放 多彩的人生 好的 谢谢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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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